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網路服務 叫做 Indievox 他們做了音樂的網路 針對獨立音樂人的商店這樣 然後去參加一個創新的技術大賽 結果我們在創新技術大賽 Present完的時候就順便表演一首歌 結果我們也是大家第一名這樣 那十年之後呢 很開心今天來到Genevee臨時政府的Paxon 那我覺得最開心的呢 就是在我出了42張專輯之後 我做了蠻多場的巡演 不管是大型的 或者是這種比較親近的 來說明我這張專輯的理念 這是第一次呢 不用解釋42張專輯 而且今天我有準備毛巾 毛巾好像有些人不知道是怎麼跟 在銀河搭便車的時候一定要夾毛巾 好 所以呢 在說這個42之前呢 我想說一下就是 為什麼我會開始做這張專輯 那一切都起源於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正好離開我之前創業的公司 然後我的樂團也休息了 所以2016年的時候我就到美國去做了一個放空的工作旅行 基本上 我有延續三十幾天 每天就是看到這樣的景象 所以 老實說也讓心情有很足夠的時間可以去沉澱 然後看了很多很寬闊的東西 那也讓自己的心情放鬆許多 可是呢 2016年的時候 在美國 當時正好有一件大事 大家應該記得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現在的選舉才剛過 就是川普對希拉人 那這個選舉為什麼很特別呢 是因為 之前在台灣的時候 基本上我身邊的一些朋友同溫層 或者是我自己喜歡的一些音樂人 西方的音樂人 比如說我覺得這個Bruce Springsteen 他是美國搖滾工人皇帝啊 就是藍領階級的boss 他當時呢 就有一個twist被大家報傳的很熱烈 就是說 他這個 反正他不只是說他是白痴啦 他就是個混蛋啦 他就是個asshole 他說川普就是個asshole 所以 在我的心裡的認知呢 因為我喜歡的樂童 我喜歡的音樂人 跟我身邊很多朋友 基本上都是討厭川普 可是我在16年去美國做旅行的時候 其實反而聽到很多的聲音是 他們覺得希拉人是個騙子 那當然後來我們也陸續有一些證據證明說 希拉人其實對台灣人也不是很好 他的確也做過一些出賣台灣的事情 但他們兩個人不是重點 其實重點是2016年不只發生美國選舉 造成說在網路上有很多的撕裂 有很多的爭端 其實在美國選舉之前也是同一年 其實就有了Brexit 脫歐英國脫歐這件事情 也讓英國的人民跟社會 其實造成了很多的對抗 那我們來看 在2016年的時候呢 有一個詞叫做Fate News 那Fate News基本上在過去可能幾百年 都沒有什麼能使用 可是到了2016年呢 因為川普在打選戰的時候 他不停的提這個字 所以這個詞就是 美國各個新聞台 他們對於一些關鍵字 算量是Volume的這個圖表 但是2016年的時候呢 這個詞就冒出來了 然後變成是大家非常熱烈討論的一個現象 所以到了2018年這個我們就很熟悉啦 兩年之後其實像 Cambridge Analytica這些事件 那我們在社群網路上面的一些影師 這些大企業大科技公司 到底有沒有來利用我們的資料 來做商業行為 來謀取他們廣告的利益 其實就有很多的討論 以及這些電影 這兩部電影我都大家沒有看過 一個是有關於劍橋分析的紀錄片 在Netflix上面 那這個是最近很紅的 Social The Lemma 那他們都在討論說 社群網路到了一個程度時候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帶來了很多的反噬的效果 那不只是同溫成能現象 也造成說 我們其實很習慣在出賣自己的資料 給這些企業們 但這些企業可能也透過這種方式 所以來把持我們的思想 甚至是控制我們 以及保有他們的權利 但現在有很多這種悲觀的言論出來 可是其實是回到十年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十年之前我們對於這些社群網路 社群媒體其實是非常的懷抱希望 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阿拉伯之春 人家都說這個阿拉伯之春是社群網路造成的 那社群網路在當時我們所懷抱的是 它是一個讓人民 底層人民發生的工具 它可以連接我們 它可以推倒不公不義的政府 它可以創造革命 我們在當時都信仰說 科技是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一個東西 那不過為什麼到了現在 我們開始慢慢的有一個很小的問號 我故意做得很小 可是我們開始心裡會浮現的一些質疑 這個是我在做這張專輯 對開始的一個起心動念的原因這樣 所以呢 講了這麼多 我接下來就要唱一首歌 講到我前面 所經歷過的這些想法跟思考的過程 那這首歌叫做 Function之間 我換一下麥克風 《目的感言》 連而散不去 在這光明 浮游是高的時機 從頭角的空隙 由你進入而斷了心 欲望帶我走向 無關的人群 你一切死你 我的愛 今晚 滾沓 進往實現的群 我的愛 跪散 不明我 去翻身 我的愛 依然 不明我 總被遺忘 是讓世界親吻 讓世界超級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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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 與你連而散不去 在這夢裡 浮游是要的心情 你我深信而不移 夜落後微笑的笑容 隨著的風吹 隨著風吹 世界覆益 覆益 為自己 心中是你 我的愛 今晚 工作 緊握學習的群 我的愛 揮散不明我 心中是你 我的愛 你讓 你負負我 他沒遺忘的心 讓世界 情溫落 讓世界超級 你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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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滾走 寂寞是想一起 我的愛 掺散不成分全力 而我的愛 依然 配足 從背影我的心 讓世界輕握 讓之間藏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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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也因此 也因此 也因此讓我想到就是 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信仰幻滅之 是什麼呢 比如我們從小就看過這個故事 人類最大的信仰幻滅的故事 共產的思想 那這裡還有一個中國版 但我們常常在小時候印象裡面 就是共產主義的一些形象 可能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老實說其實不是 我看過一些共產的政治文宣 其實我最早是在越南看到 因為老實說其實 中文大陸現在已經沒有這個東西 我那時候在胡志明市去旅遊 然後我就看到說 胡志明市現在也 也資本化的滿徹底的這樣 有點像好像十幾二十年前的上海 就是開始很蓬勃的發展 但是呢在一些政府 政府相關的場地啊 或者是那些大道上面 他們還是有一些 這種政治宣導的看板 那特別的有一種 怎麼講呢 超脫現實的那種美學 有點像北韓啦 北韓我覺得是更極致一點 所以我後來回來之後 就開始研究說 那在蘇聯時期 其實他們做過的這些文學嗎 老實說 是非常的有超現實感 而且它都有一種特別的美學 是跟我們平常接觸到那種 歐洲啊或者是美國啊 不太一樣的 那所以在這些裡面 其實它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啦 就是它會讓你 對於未來 對於你所崇拜這個事物呢 給你一種非常偉大的感覺 而且它一定會 帶領你過更好的生活 邁向人類 更高的一個未來的追求 比如說我們要探索宇宙的鏡頭 我們要飛向外太空 幹掉美國的資本主義豬這樣子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非常令人 令人嚮往的 而且是 它是用一種非常美好的感覺 來 來有點像是催眠 那所以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希望能夠 偷這樣的美學的風格來做 那也因此後來 我用這個拼貼的方式來設計 也希望能夠揣摩出 那樣一個對一種類似 過度完美的美好的崇拜 的情況之下 但我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 看破這些完美之後 所內心所造成的失落 所以這隻天使呢 他是羅馬天使橋上面的一隻大天使 那他原本 他看的這個東西呢 他看的手上這個汗金 他看的是 他幫耶穌擦汗之後 耶穌的臉在他的汗金上浮現 所以他 一個看到神蹟的方式 看著他手中的這個耶穌的形象 但現在我把它換成是 他看的其實是一個咬一口的蘋果 也就是我們現在每天在看的東西 那後面呢 這個捧的這個紅書呢 是很多在蘇聯時期的 海報已經會出現的 就是你要捧的列寧的思想 或者是馬克思列寧的思想 但我覺得現在 應該沒有人會去捧的 共產主義的思想 我們現在看的是 電腦科學 以及科技可以帶來 多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應該更崇拜的是 圖靈 Alan Turin 好傻喔 對 我覺得今天真的有一種 回到家的感覺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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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還會再一個 一手太棒了 太棒了 那像這個 這個 Starship呢 是SpaceX的 Starship 因為他們要上火星 所以我們前面看到就是 這些蘇聯的海報 它基本上一定要有 上太空的形象 因為我就是要幹掉美國 我就要比美國厲害 所以我就也放了一個 太空的形象在上面 但沒想到 這個是 我專輯大概是幾月的時候出的 9月的時候就開始預購了 這個是12月的時候 Elon Musk 他在那個12月10號的時候 是那個 Starship比較搭 搭射嘛 試射嘛 所以呢 他就po了一個tweet 叫做 Life the universe and everything 大家有看到這個嗎 有啊 對 有嗎 因為這裡面這個42 為什麼看不見 太黑了 總之呢 他其實 在這個Starship的尾巴那裡 藏了一個42 對啊 所以 他跟我們一樣窄 那 講完這個呢 我最後想要來唱一首歌 那這首歌 也跟 後來我開始關注很多 跟科技 跟政治相關的東西 其中一個 Youtube的影片 我覺得超級好看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要可以看 可是這影片很長 將近兩個小時 他是這個 跟美國 前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個準將嘛 做了一個訪談 因為 這個家伯他出了一本書 叫做 China Signed a Takeover While America's Elite Select 總之呢 他就是在幹表的時候 就是 美國的這些 權貴啊 以及經營 就是放任中國 在這近十年的一個崛起啊 就是 不但是放任 甚至是因為可以 促進他們本身的利益 那當然他講了很多很多東西 不過我覺得最特別 最有意思的一個點 是 他講到5G這件事情 所以他說 為什麼 美國要千方百計的阻撓 就是 華為在5G的這個領域裡面 有拿到太多的阻撓圈 他說 你要想像 在3G以及4G的時代 3G是網路嘛 3G、4G都是網路 是platform 但Device呢 是手機 所以Device跟platform 是分開的 但是他說 到了5G的時代呢 基本上 啊 platform跟Device 其實是一體的 也就是說 你其實感覺不到Device 但是我第一次聽到說 原來對5G的想像是這樣 因為以前 每次想到5G都說 可不可以異地共演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什麼 什麼 VR直播 我想說 好像也還好 4G好像也可以這樣 他說5G的時代 他說 他提出一個例子 讓大家想像 就是你以後 出了門之後 比如說我等一下 講完結束了 我要回家 我就出門 出門我就說 幫我叫一台Uber 這樣 他說你根本不用對著任何人講 你就是對著空氣講說 幫我叫一台Uber 但因為Device是無所不在的 在那個時候 所以一定會有 Device聽到你的聲音 然後catch到你的臉 所以他做完各種辨識之後 他知道你在哪 然後他幫你叫一台車來 所以來了之後呢 你就搭上那個無人車 然後搭上無人車之後呢 到了你要去的地方 電視你就結束了 他說 他認為5G其實是這樣利用的 我想說其實超有道理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什麼IoT啊 這些全部都是已經建設的非常完備 但他說如果這個東西 落在一個集權的國家裡面 其實他就是可以完全的控制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很多科幻電影 看到的天王啦 那現在在美國的狀況是落在這些大的科技公司手上 那美國人他其實奉行的是美國的憲法 所以在這個訪問裡面呢 他其實是對美國人還是有一些信心的 可是到了前一陣子 川普快要下台之前 他連續被Facebook跟Twitter跟Amazon封殺 老實說我也開始對於這件事情有些懷疑 就是這樣做對嘛 就是這樣做會不會有點太超過 就是對於一個人的言論自由 這些媒體可以用什麼樣的理由跟什麼樣的藉口 然後可以封鎖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呢接下來我又要來唱這首歌 這首歌其實跟自我審查比較有關係啦 那這是我寫在去年 這已經不是去年了 2019年 香港 香港的反送中 其中有一個元朗的事件 那那天很多 很多明明在地鐵裡面被白衣人攻擊 那我覺得很難過 不過更難過的是 因為在30年前我小時候 有一首歌叫歷史的傷口 可能比較年輕的人沒聽過 30年前呢 是六四天安門1989年 那歷史的傷口基本上 是很多台港的一級的明星嘛 大明星 他們一起做一首歌 然後要為這個網場上 這些受難的學生們聲樂這樣 可是30年之後 基本上 大家可以想像 揮想一下 在當時香港的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不太會有任何的 藝人 音樂人在說什麼話 是一年一年變少 但那理由讓人很簡單 就是大家都需要去中國工作 所以我們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很自由的世界 自由的國家 但老實說 我們有時候也會有一些原因 沒有人來剝奪我們的自由 我們可能不是中國 但我們會自己選擇自己 嚴格自己的自由 那這個是我覺得最難過的一件事情 那後來我就寫了一首歌 叫做 沒有錢不能付你就上頭 他一直干擾到我 小時候 因離世的傷口 長了以後 還是一眼的卷擁 滅雙的夜景 無聲遠多 無聲遠多 你就看不見 你卻聽不到 小時候 你說是一種悲獸 长大以后 这只是一种认同 飞天的经济 和谐的秩序 这样也不错 听话就没错 没有钱 我能扶平的伤口 沒有錢 不能撫平的傷口 以前我們 努力追尋著自由 現在我們 用了自由 也想去對面打工 我不剩你的眼睛 不剩你的多 再閉上你的嘴 再閉上你的嘴 沒有錢 不能撫平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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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會有這個dark side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以前很多很棒的思想 不管是馬克思就原本他的vision好了 或者是我們在科技上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我想他原本的初衷都是希望能夠創造更好的世界 那人性之中總是有那個dark side 那我甚至覺得就是科技的魔界 可能比很多傳統的魔界都來得更吸引人 那也因此我會覺得在我們 我們都是一群就是有能力有技能 然後擅長一些工具的專才 那我們可能在使用他們的時候 可能就要更常常問自己 就是有沒有套用到了這個魔界 那我最後回到42的這個點是 就是所以我們雖然都覺得我們一直在追求各式各樣的答案 所以42是答案嘛 也是deep soul他想了750萬錢告訴大家答案嘛 但我覺得他最後講的關鍵是答案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集結音人一直在尋求答案的話 可能忘記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到底什麼是真正需要被解決的問題 所以他說找到終極的問題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那那本書跟後來的電影 他的下半段其實都在講找尋問題這件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在這次的Hack Song 就是找到屬於你們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問題以及答案 所以祝福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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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唱一首輕鬆一點的歌 有時候嘗試一些不同的方法不錯 這首歌是我在阿姆社站的時候 吃了他們的迷幻香菇之後 寫的歌 寫的歌 那是合法的 合法的 那我吃的時候呢 完全感受到地球母親對我的擁抱 覺得非常的感動 所以其實這首歌叫做博物館廣場 因為我覺得在博物館很好吃 我覺得在這首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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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come on for a new sky and there's nowhere can you hear the cry but hope no this song and there's no rush this song we are put and there's no and there's no and there's no of a symit of a symit of a symit of a sy mit of a sy 있습니다 of a symit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